大家好 很高興就是大家今天來到Costcard 2023 然後來參加我們今天一整軌的 就是Goland的Talk 然後其實我今天準備了 應該有八個Session吧 然後題目比如說有從Tracing 或是從Reverse Proxy 或是到Wear Assembly 其實題目雖然都涵蓋在Goland這個語言裡面 但是其他的涉獵其實還蠻廣泛的 然後所以從今天早上10點 然後一直到今天下午4點 然後一直都我們都有持續這邊都有Talk 那所以就是歡迎大家一直跟隨我們 然後來就是度過今天充滿Goland的一天 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講者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是劉涵 對然後劉涵的話現在在線上 對然後劉涵的話 他因為今天因為一些其他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 對對對 哈囉哈囉劉涵 哈囉聽聞道 好聽道 可以可以現在聽得到你 對 然後 呃 因為一些簽證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 直接到現場 所以但我覺得他非常非常有心 就是錄了這個影片 因為其實怕 我們蠻擔心就是現場直播啊什麼 會有一些訊號上的問題 所以他特別錄了影片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採用先 先播影片的方式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話還是會有一個直接Live的Q&A 對 好 然後 呃 劉涵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題目 然後是 呃 是 complete auto instrumentation goal engine for disability tracing and monitoring 對 那基本上其實在goal分散系統裡面做tracing啊 然後 如何去更好的監控整個分散系統裡面的情況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 然後劉涵的話就來聊聊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 他所一直在投入的一個apache的open source project 對 好 那 劉涵要不要跟大家那個 講 講幾句話 在開始之前 呃 大家好 我很遺憾啊 沒有辦法通過 只能通過線上來參加 然後 因為千量原因 沒辦法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我本次演講 吧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放 呃 劉涵的影片 大家好 今天我演講主題是 在高語言中使用自動機械探針 來完成監控 在開始之前 我先簡單做一個作業上 今天 我演講主題是 在高語言中的 Service Mesh 公司 叫做Trade 目前我也主要從事 可觀測相關研發工作 同時 我也是 Apache Skywalking的 PMP成員和Communer 之前 我曾分別在滴滴和拉鉤 負責過全鏈路壓縮系統 和拉鉤教育業務線 我本次演講會 分為四部分請講解 第一部分我介紹一下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自動機械探針 第二部分我通過一個DEMO 來帶你快速了解 GoAgent 第三部分我介紹一下 具體的實驗細節 什麼樣子的 最後會分享一下 我們之後會做哪些事情 好 那麼正式開始 首先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可觀測相系統 隨著系統架構的不斷演進 其實我們對於服務的整體可用性提出更多要求 在此的途中你可以看到 一個很典型的微服務架構是什麼樣子的 用戶通過各種各樣的中端來訪問到後端服務 後端會加入各種各樣的一路系統 直接進行交互 並且進行數據組裝 返回這前端 這時候 如果某個請求出現問題的時候 則很難發現的問題 可能原因是哪裡 還有服務 變成原因出現問題 我們就可以引入可觀的系統 通過可觀的系統系統 可以對所有微服務進行觀測 當某個請求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告知我們哪個微服務出現什麼問題 也方便我們進行問題定位和跟蹤 在微服務架構中有三個標關鍵的概念 分別是指標 量追蹤和日誌 其中指標它所指的其實就是 我們對很多相似的數據內容 會總成單一某數據值 比如說CPU使用率 或者是某接合QPS 通過指標 我們可以快速了解當前的系統 執行狀態什麼樣子 第二部分是量用追蹤 量用追蹤它所指的其實就是 我們對於單個請求 它可以將多個業務系統 串染起來 從而當某個請求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定位到是哪個服務 哪個業務系統 出現什麼問題 第三部分是日誌 通過日誌 其實我們可以快速了解當前 程序的執行狀態什麼 執行混成什麼樣子的 並且這三部分數據都不是相認獨立的 比如我們可以把量追蹤和指標相結合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指標鏈路 它相關的指標哪些 同時我們也可以把量追蹤和日相結合 當某行動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可以快速查詢到當前這個請求 它在各個業務系統中是至什麼樣子的 Skywalking就是一條完整的可完整性系統 它可以採集剛才我所說的三種數據源 這些數據源可能來自於各種各樣系統 比如在前端中 嵌入Skywalking程序之後 可以對前端頁面進行觀測 在後端和業務程序中 可以嵌入Skywalking的各個語言的 Agent程序來進行觀測 同時我們也支持第三方系統 比如說Shargy Steel MV這種Source Mesh程序 也包括像是Cubernetes 甚至於宿主機的一些資源 我們都可以進行監控 這些數據可以通過 GRBC或HGP等協議 發送給Skywalking後端 之後Skywalking後端 就可以對數據進行解析 匯總 並集中存在數據戶中 同時Skywalking還提供了 完整UI界面和命令的行工具 進行數據查詢和展示 你也可以通過Page一定告警規則 或指標系統相連動 當某些指標符合預知的時候 則會出發告警 在紅圈中所標出的內容 就是我們本次演講的重點 我們主要會介紹一下 購入語言的Agent 它是如何進行實現的 目前市面上的購入語言的Agent 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SDK級別的 它最常見的是由Skywalking的GlueSky 或Zipkin的ZipkinGO 這種項目 它需要用戶手動地進行引入依賴 並且手動協定代碼 和每個插件 它需要進行實配 才可以進行實現 第二種是基於EVTF的 比較常見的是OpenTelemetry 有一個OpenTelemetry Auto-Instrustment 這種項目 它不需要代碼去進行更改 但它就是在用戶執行的時候 它可以攔截方法的函數 從而執行一個EPI程序 它是由C去編寫的 從而進行數據查詢和觀測 也可以進行修改 這兩部分其實都有一定的缺點 比如說像是SDK這種級別的 它需要用戶侵入式的寫一定程序 才可以完成 並且我們還受限於 它還完全受限於 那個框架它是否提供了相對應的插件API 如果它並沒有提供的話 我們也很難去完成一個插件編寫 同時我們觀察的內容也十分有限的 EVTF這樣的技術 它其實看起來十分美好 但它也有一些缺點 首先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一定的形成損耗 它真正在進行執行的時候 用戶在進行 它在進行攔截的時候 會先將要用戶程序 用戶在進行執行 需要執行EVTF程序之後 它會先把這個用戶程序切換到內核戶 來執行用戶程序 EPI程序 EPI程序執行完之後 它才會切換回用戶來繼續執行 它就會造成一個上下圓切換造成損耗 同時 每個不同版本的購語語言 它提供實驗的邏輯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在購語語言中 實現一個C 在C語言中實現一個購語語言 它一個操作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基於理善良點 我們就需要更深入調研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來做一個Agent 經過調研發現 其實Agent可以用混合編譯來去做 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進行購語編譯的時候 會定用GoBuild的命令 同時我們會傳出很多原文件 通過原文件 交由購語編譯器 來進行編譯成RG這文件 這時候GoBuild中 其中有一個參數 叫ToolExecute 它允許我們指定一個命令行工具 當我們指定好這個參數 在利用GoBuild 進行編譯的時候 它則會交給這個CMD命令 來真正的代理編譯器 來執行真正的編譯操作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CMD命令 來構建出一個自己的程序 交這個程序 來輔助GoBuild 編譯器來進行編譯 在YouTube圖中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交由 就是一個Agent程序 進行編譯的時候 它有些參數 它會告訴我們 當前的編譯器 二進制文件 是哪一個 標地址是哪一個 當前編譯的 當前的Package是哪一個 同樣會告訴我們 當前Package 每個文件的文件路径 是這個樣子的 基於這樣的信息 我們就可以利用AST技術 來對每個包包中的文件內容 進行解析 並且進行修改 最終生成最應 最終的交給編譯器來進行編譯 從而達到我們Agent的效果 它有二類似於我們 SDK級別升級版 只不過我們不需要 在手動區進行編譯 而交由Agent來主動升級 使用這種方式有幾個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增強任意代碼 只要基於AST技術 我們都可以進行增強 同樣無論它是編譯的是 框架代碼 還是夠原本的 夠自己的代碼 都可以進行增強 同時由於我們是在 夠編譯之前進行增強的 所以編譯之後 我們可以用原始的執行速度 來進行執行 而無需擔心一個行動損耗 使用這種方式也有一些缺點 第一個缺點就是在於 我們沒有辦法進行手動的 引入第三方的一些Package 和依賴 第二個是ToySkill的這種參數 它只支持單一個程序 當然這樣的程序 這兩個問題 我們都可以進行避免 基於這樣的技術 我們就開發出了一個新的框架 新的一個Agent程序 在一個上角你可以看到我們項目的完整的GitHub地址 你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當用戶使用這個項目的時候需要兩個步驟 第一步驟它需要把當前這個SkyWalking Go這個項目 引入到自己的項目中 這時候我們就會引入一些GRPC協議 我們用來和後端通信的一些協議 在這裡面 同時你在進行GoBuild進行固定項目時候 通過ToolSkill的這個參數 把我們的Agent程序指定上去 並且利用-A參數來強制每個包進行編譯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整體的一個混合編譯的目的 下面我們通過一個快速的Demo 給大家演示一下我們這個SkyWalking Go 對項目所做的事情 在左上角你可以看到當前項目的一個完整的結構 它分別包含HPClient HPServer這樣的項目 HPClient它會啟動一個HDP服務 當接受到請求之後 它會把請求發送給Server服務 而進行完整的請求 同時它也會幾乎些日誌 在Server服務中比較簡單 它一樣是可以啟動一個HP服務 然後來接收由Client端發回來請求 這裡我們就模擬了一個很簡易的微服務架構 當如果我們想把這兩個項目 進行增加一些監控的話 我們需要遵循如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驟我們需要把當前這個項目 在SkyWalking Go中引入 我們提供了一個命令 我們提供了一個Agent程序 Agent程序 Agent程序我們在一方角 你可以看到它下載地址 你可以利用Eject Eject這個命令 來把我們這個SkyWalking 構造項目進行出入 從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它會進行下載相關依賴 並且引入這個項目中 同時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方法就是 會產生依賴一些衝動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GoGet這種命令 GoGet這種命令 來進行讀取來增加到你的項目中 並且你只需要在你這個Mand package中 引入我們這個SkyWalking Go就可以了 這樣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接下來你只需要進行啟動項目就可以了 下面這張圖中你可以看到 我們分類也是先啟動Server 來啟動Client 最後發動請求 在Server端 我們先通過GoBuild的命令 通過增加ToSQL這個參數 來進行完成整體的編輯操作 同時由於我們是建立多個項目 我們沒有辦法在SkyWalking中區分 所以我們指定它當前這個服務名稱 叫做HPServer 並進行啟動 在Client端 我們同樣是需要進行ToSQL這種編譯 最終我們也可以利用那個環境編量方式 來把當前這個服務名稱來指定 用啟動 同時我們利用那個Core這個命令 來對這個Client端進行請求 此時我們打開SkyWalking的GUI界面中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信息 首先最上面會顯示一個服務列表 在服務列表中 你就可以看到當前我們所啟動的一個HPClient HPServer這樣服務 並且他們有一定的每分鐘電容率 成功率 一些延時 包括Adapt中指標值 他們都可以自動進行分析出來 並且在下面你可以看到當前服務整體拓譜 首先是用戶端通過那個請求 發送HPClient HPClient就會發送給一個Servor 這是一個整體的一個服務量的TOP圖 如果我們當發現某服務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則可以通過TOP圖或一些服務列表 來進行更深圳 那邊有可能出現問題 當我們進入到Servor器內部 我們就可以看到相關的一些鏈路追蹤 在左側你可以看到當前的一些 當前HPClient有哪些鏈路 在鏈路的右側 則可以顯示出當前這個鏈路 它也限定信息 比如說它這裡是有HPClient HPServer這樣服務 而下側會顯示出最近的當前電路鏈完整內容 包括先是由HPClient接收到Consumer這個請求 並且發送一個Provider請求 最後由HPServer接收到這個請求 在右側你可以看到當前每個操作 它具體一個完成時間 時間線是什麼樣子的 當我們點擊具體每個操作的時候 它會展示具體詳細信息 比如說這裡是發出了一個Provider地址 Provider請求 你可以看到它利用Peer地址 顯示出了目標地址是哪裡 同時在Tags這裡邊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顯示狀態碼 是什麼樣子 通過電路鏈你可以看到一個整體的一個請求 一個在各業系統中的電路過程是什麼樣子 同時在服務頁面 你可以看到每個系統中的預知哪些 這裡你可以看到從個表格上展示 它會展示出當前哪個服務啊 那個實例 包括當前這個預知 它屬於哪個端點過來的 同時時間啊 如同一些當前的日誌等級 同時如果當前這個日誌 來自於某個Tags的時候 量追蹤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通過點擊這個量追蹤 來查詢到當前的鏈路 同時會展現出最近的一些日誌內容 你也可以進行篩選擇 你也可以進行篩選和查詢 這是很方便的 同時我們也會採集和稱成一些指標 我們目前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採集外的 我們目前支持 go run time的一些數據採集 這裡你可以採集到它當前的一些 當前這個構成的一些內存使用率啊 當前存在的一些限定數量啊 用go run time的數量啊 包括它產生GC的一些情況 都可以看到 同時我們利用 利用追蹤和日誌信息 我們可以進行生成一些指標 比如說在右側 你可以看到 它當前這個整體服務級別的 一個想要時間 adapt值 它想一個percentile 這種值都可以看到 同樣你可以看到 當前的某些實例那些 在這個頁面中 你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支持的一些插件內表 其中利用追蹤的插件是最多的 我們目前支持AP Server AP Client 包括RPC的框架 數據庫框架 和缓存的框架 都可以提供支持 對於指標和指標來說 我們可以支持 目前Rantime 這個一些基本信息採集 同時 與日查件方面 我們支持最常見的Loggers 和Zep這樣的框架 好 那我們對整體這個Demo 作為一個匯總 首先 用戶會需要先有一個應用程序 通過import 我們這個Skywalking Go這個項目 來進行項目引入 同時 在進行編譯的時候 通過2SQ的這個參數 來引入 這個來進行混合編譯 從港元的參數來混 來進行編譯所有項目 來完成整體的項目的一個編譯情況 當我們準備進行啟動的時候 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環境變量 來進行配置當前的項目 最終進行啟動 在請問之後 它就可以在Skywalking的UI界面中 或明證行中 來查詢當前服務的一些指標啊 利用追蹤 或者知識的內容 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體程實驗邏輯 是什麼樣子 在進行之前 每個它們的程序中 只有自己的代碼 並且會交由 client端電用serv端 進行處理 在進行之後 我們會對每個不同的框架 來增強相關的代碼 並且相關的那個插件代碼 會電用到agent code的代碼 來進行更細一步操作 agent code的核心代碼 會電用到Skywalking的後端 來進行數據通信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 我們增強前和增強之後 一個對比圖 下面我們就要分別 按照插件和agent code 的一個實驗原理 來做更詳細講解 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是如果進行插件的增強的 首先用分三個步驟 第一部分就是 我們需要先進行到哪些包中的 哪些方法需要進行增強 在組織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插件定義的時候 需要先定義的它是哪個包 所進行增強 之後我們會對當前這個包 中的每一個文件 利用ASD技術來解析 當前文件所做的事情 和我們所定義的 當前這個方法去進行比對 如果比對一致的話 我們才可以進行增強 並且定義好 推映intercenter的連結器 當我們定義好方法之後 我們便會對方法這個級別 對這方法進行增強 在這方法中 我們會嵌入一段代碼 在方法執行之前 嵌入一段代碼 在這段代碼中 你可以看到 我們會先在方法執行之前 來進行相關操作 並且利用Differ這種語法堂 來當方法執行之後 來完成整體一個操作 並且你自己可以看到 我們相信是我們可以感知到 當前方法的執行前 和執行之後的整體操作 在這裡面我們會做更詳細的操作 這裡雖然你看到它是多行代碼的 但是在真正的生存的時候 我們會把所有的代碼 所有我們生存的代碼 和它目標的程序代碼 分為一行 這樣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如果它這個框架中出現問題的時候 或是你想進行Debug的時候 我們不會因為行號 而影響它程序執行 當我們定義好這個之後 我們就會對我們一些 籃碼器的代碼 然後我們插件的API 用進行拷貝 如果我們進行拷貝到目標包裡邊 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就是我們這個插件所寫的內容 和框架下代碼產生衝突怎麼辦 我們這裡主要的辦法是 我們會利用AST技術 把我們所有進行拷貝 或者修改內容 進行一個重寫 比如我們會對所有的方法 名稱自然前綴 比如說skywalking 然後enhance 這種方式 然後之後 在進行使用的時候 就不會出現一個衝突問題 那麼agent code的事情呢 我們先來看最上面這張圖 首先各個插件 會調用到具體的指標 連用追蹤 或是的API 然後會交由具體的agent code 來實現 agent code它其實主要的目的 其實就是 對我們這個所有的API進行實現 並且當符合條件時候 它會把所有的數據內容 交給一個grpc reporter 來用它 來和skywalking核端進行交互 追蹤進行微生上報 不同的數據類型 它們的整體 一個實驗邏輯不太一樣的 在另一種追蹤中 我們會在 每一個操作 我們會定義為一個span 在這個 當前這個 創建span的第一個 當前這個grp time的時候 我們會在grp time中 定義一些出現內容 定義完整的tracing context 當完整的這個tracing context 結束的時候 當所有的span 結束的時候 我們則會交由grpc的reporter 進行上報 而指標則相對簡單一些 它會在每個插件 會先進行 先定義好 我們當前這個插件 它有哪些指標 然後告訴給agent code agent code agent code會通過一個map 來進行記錄 並且agent code會通過每間隔20秒 或每間隔自定義 喊自定義的時間段 來會把所有的指標 將採集 最終上報到reporter中 而至於更簡單的 而至於它其實 通過插件 用agent code agent code會直接 調用到grpcreporter 進行數據上報 這就是完整的 一個agent code實現 下面我們來講解一個 在skywalking中 一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實驗原理 就是我們如果進行 上下文的一個感知的 像我們知道 傳統的一個 很夠語言的 它如果進行 跨協程的 或本協程的 跨方法的 一個處理傳遞 都會利用到 一個compess的數據對象 通過compess的 withvalue 然後把我們所需要 簽入的數據值 進行更新 更新到compess中 然後再通過其他的 一些方法 進行get value 來獲取這個數據 但是我們在使用 skywalking夠為認認的話 也會設定一個問題 假如我們攔截方法 它其實並沒有 一個compess的時候 我們要做處理呢 這時候我們做法是 我們實現了一個 類似於thread local 像java中thread local 這種概念 就是我們會在 每個協程中 嵌入一個 我們自己的數據內容 來進行實現 在真正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通過 get gls get gls 你就可以理解為 是get growtime local storage 然後進行 設置啊 或者獲取 都可以的 並且我們是 直跨協程的 究竟怎麼實現呢 首先我們需要 對go的runtime 先增強 在runtime中 它有一個g 這個結構 g它代表是 go roottime 是那個go語言中 自定義的 每個協程的 有數據結構 在這裡面 我們新增了一個 新的屬性 叫做skywalking -tls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當前這個 處理結構 對外公開 利用go link name 來把它這個方法 進行定義 同時它實現的話 實現的話 就實現是 我們先利用get g 來獲得當前協程 並且把當前這個 skywalking tls 對象先導出 或者用設置 都可以 而對於跨協程的方式 來說呢 在go roottime中 它其實是會交由 一個new pro 1 這個方法 來進行執行 這方法中 它會傳入 當前的來源的 一個 那個go roottime 並且它會返回 一個新的go roottime 這又代表的是 這個協程 它進行 跨協程的一個 啟動 是我正操作的 這時候我們只需要 在它完成 整體的一個方法 執行之後 我們利用defer 命令 對這個skywalking tls 對象先拷貝就可以了 在用戶 每個不同的一個 框架使用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定義好 get gls方法 並且利用go link name 先把方法將導入 就可以完成整體操作了 這時候它就可以 相當於是可以實現 一個跨協程的操作 好 我來介紹一下 skywalking dls之後 會做哪些事情 首先我們目前 所有的agent的pages 都是動態 都是靜態的 只能通過一些 環境變量進行動態設置 但是你如果想運行 是進行更改的話 其實比較困難的 我們希望引入一個 動態pages方式 來進行修改一些pages 這星期 比如說當前 內容追蹤 我們可以動態設置 它的採用率 信息都可以進行配置 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目前插件 可能 我們希望增加更多插件 比如說內容追蹤 我們希望能夠 適配更多框架 指標也可以 使用更多框架 最後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對我們這個項目 嘗試使用一下 目前這個項目 還屬於初期 如果大家有什麼 新的反饋 或者新的好玩特性 也歡迎聯繫我們 以上就是我本次的 演講內容 如果大家感興趣 如果會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 待會提問 也或者可以關注 我的推特帳號 或者是我的 GitHub帳號 都是可以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劉涵 然後現在劉涵應該在線上 那就是 現場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可以 就是可以發問 好 請說 我想問 這一個 tracing的部分 可以追蹤到 韓式層級嗎 像是 timespan這樣的 我可以幫 提問的 好的 好的 還有問題是說 這個方法 可以trace到 function類別的 tracing 然後 比如說像 傳入 function的 參數這些 都是可以提供支持的 因為我們既然已經 可以返回到 我之前的影片中 它其實是 我們每個參數的 我們都會通過 一些引用方式 來傳給我們 interceptor先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所有的 receiver 包括方法的參數 都可以拿去到達 那個剛 混合編譯那邊好像有提到 這個方法的一些缺點 那邊不太清楚 比如說 好像說不能用library之類的 這個不太缺點 具體值的是什麼 好 好 沒有問題 就是目前主要是兩個缺點吧 第一個缺點是 它沒有辦法引入 第三方的library 就是我們沒辦法通過 勾蓋的方式 進行處理 因為我們在進行混合編譯時候 它只能通過對一些原有的文件 後的文件來進行編譯 進行增強 所以在這個期間 我們是沒有辦法通過 公開的命令去進行操作的 所以我們需要預制的 進行一些自定義處理 才可以完成 第二個原因是在於 我們沒有辦法 to excuse 這種命令行參數 它沒有辦法指定多個 就意味著就是 它沒有辦法指定多個命令行空 沒有辦法指定多個命令行空 沒有辦法指定多個命令行空 只要是這樣的缺點 之後表格還可不可清楚 那個我想問說 那這個skywalking 它跟普羅米修斯 有什麼差別呢 是這樣子的 普羅米修斯 普羅米修斯 它其實主要作用是一個指標 而skywalking 它其實是把指標 量追蹤 還有日智相結合 它是一套完整的APM系統 而像是普羅米修斯 它只單獨一個指標系統而已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區別 我想問就是 它那個AST是怎麼追蹤這個東西的 它是怎麼利用這個AST系統 是這樣子的 因為 OK 我聽到了 謝謝啊 是它在進行混合編譯的時候 我們可以讀取到每個文件的文件路徑 只要利用文件路徑 我們就可以利用 Golang本身提供的AST這種編解碼技術 來進行文件讀取和解析 我看今天下午好像也有一個專門論題 你去講解一下AST自己的詞 我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我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